去上個禮拜一樣 就是我們先抓資料嘛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 如果要把它視覺化呈現的話 那我 因為我們有1000個測載 1000個測載不可能全部放在一起 底下1000個那應該會非常密集 畫出來應該根本不知道畫什麼 所以我們就抓前10個就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畫 用直條圖呈現的話 可能要把它分成100個100張圖吧 可不可以一樣也可以 你可以一直save一直save嘛 OK 那假設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把前10個測載的數值 用直條圖呈現的話 OK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反正上面title就是PM2.5直條圖 那它的數值的話 這樣看起來蠻清楚的 不過為什麼這個數字有點怪怪的 15、11、10 那有一點有可能就是說 它這個是文字不是數字 所以你可能要再轉型一下 好吧 反正如果我假設要畫出這個圖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是利用上個禮拜講的 用那個NetPriLab 這個其實已經預先在我們的模組裡面安裝好 所以你不用特別安裝 那不過這個 主要是利用有一個方法叫bar 直條圖就是點bar 那後面的話一樣呢 我們需要給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其實就是兩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部分的話呢 我們不是要全部 那這個兩個串列你說 老師目前不存在怎麼辦 那你把它變出來 OK 所以這個串列的話呢 裡面就是 我不要1000個 我是抓1000個車站裡面的前10個就好了 那首先怎麼把這個A、B、B變出來 那其實以後如果假設你要產生串列 第一個 你就要想到 如何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把資料再放進去 這很重要 如果這個 這個你不熟悉的話 以後 你要把這件事完成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第一個 list A 那我就把剛剛的程式 稍微做一個修改 那哪個地方修改 我把那個剛剛 存成Excel的部分拿掉 那主要是在for回圈上面 增加兩個空的串列 OK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需要兩個串列 分別是list A 跟list B的話 那很簡單嘛 記得等號後面 就加上中瓜虎就可以了 有沒有 如果是次串 記得是雙女號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關鍵的地方就是點append 點append 那因為我只需要前10個 所以其實就幾種做法 因為我們剛剛for回圈是0到lenlist 1 等於是說 它有1000個資料 所以它就跑1000次 那可是我不需要嘛 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0到 0到9就好 0到9對10個嘛 所以其實有幾個做法啦 要不就是讓它全部跑 跑的時候呢 全部都放在list A list B 那最後的話 我只要前10個的話 我再利用中瓜虎 去取得前10個 一樣嘛 0開頭 從0嘛 冒號10的話 指的就到9為止 10是停下來的位置 ok 所以我就得到0到9 ok 不過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len這邊嘛 你剛才把它改成10比較好 那如果10的話 甚至這邊都不用加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只要10個的話 說真的你就讓它跑10次就好了嘛 然後append的話呢 那就是把資料 那後面這個list 指的是list2這個串列 那這個list2的串列呢 基本上 就是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 這樣一個串列 那我要第幾個 欸我要的是什麼 策戰的名稱嘛 策戰名稱在0 對不對 然後還有哪一個 這個 數值嘛 所以0 這是1 2嘛 ok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把 list2的 編號0的資料 放到listA裡面 list2裡面編號2的 所以你只會2的數值 放在listB裡面 這樣都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關鍵 要產生listA跟listB 首先要先產生空的串列 再利用append的方式放進去 至於你要全部放 還是說你要給它到第10個 都可以啦 不過好像到第10個比較快一點 因為就不用 不用說 全部跑完之後 再取前10個 好像這樣比較快喔 那這樣的 listA、listB應該就有了 我先把這個先分一下 我先把它註解 底下先不跑 那我先確認一下 所以如果假如 listA跟listB 得到的就是兩個串列 而且是10個資料的話 在這裡有沒有 是不是10個 應該是吧 大乘到永和 然後數值的話分別 是這樣子 但是剛剛好像有個錯誤啦 看得出來應該 它的那個數量有沒有 呈現的方式 它會是文字 所以怎麼辦 你就把它轉成數字 應該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它的數字的話才 不然的話 剛剛看起來就覺得怪怪的 有沒有 這個什麼 底下到上面 1 10 這什麼 排列很怪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排列怪怪的 那應該就是形態錯誤啦 這個也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OK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先把它 我們等一下再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確認應該沒問題 listA listA的話呢 就是它算是橫軸的部分 就這個 listB的話呢 就是中軸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把它改listX listY啦 反正個人習慣說OK 好 那這樣子有了之後的話 我們就開始畫圖了 那畫圖也很簡單啦 你可以把我雲端上面的這幾行當範本嗎 不外乎就是什麼 產生一個那個NetPyLab的這個模組 它裡面名稱叫做Plt嘛 就是用它來畫圖 然後呢 指定它的字型是微軟中黑體 OK 然後Title部分都要給這個名稱 那FoneSize顧名是一碼 字大小 那你要大到要小自己再調一下 然後後面記得利用Plt.bar 然後把它放兩個串列給它 那我可以直接把它改listA、listB就好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全部都放進去 再去給範圍 OK 那這樣最後給show 然後把它再存檔一個圖給 執行一下 它應該會跳出來 OK 有沒有問題 然後也會順便幫我SaveFig 所以在C疊Temp底下 應該也會有一張圖 是這一張 應該沒有問題 OK 那最後其實可以把它修正 listB listB如果它修正的話 怎麼修正 在這邊OK吧 Pent的時候怎麼樣 外面再加一個 加一個int 或者叫EVAL EVAL OK 我覺得EVAL應該比較安全 因為 這個池 理論上偏要 我不知道應該要小數點吧 如果有小數點你放就已經發生錯誤了 OK 你用int 可是小數點 那寫入就失敗了 OK EVAL的話就是不管整數或者不管小數點 它應該都會成功 執行看看 就是改一下 應該應該這樣OK 執行一下 嗯 出轉 不過 這個 現在一個問題 就是有的數值超大 有的數值超小 這樣是錯誤 這個再調一下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怎麼樣 完成這個部分 後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